各位看,眼前这个大爷已经给在家煮了份牛饼火锅 竟然给全网网友都整吐了 大爷把买来的牛饼给老伴闻 却不掉给老伴吐槽 那牛能死呀 然而大爷已经认为是老伴不懂美食 故意不让老伴吃了,还嘴硬到 说这个东西是闻在侧半吃起来 甚至把里面黄色的物料掏出来解释到 黄色的物料吃进去的草 这是我们今天的精华 更一天的来了 从纱布过滤出半盆牛饼精华汁 再把这半盆精华汁倒入刚准备好的火锅料理 美金明月 醋入精华 火锅汤煮好后 凭管大爷同样觉得蚊子很臭 自己也差点吐出来 但还是坚持地认为 这就是牛饼火锅的特色 请拿出准备好的新鲜牛饼去锅里涮手 一边吃,大爷还一边嘴硬道 这点都不臭诶 真挚还意犹未尽 再来烫一块盲毒 知道大爷把视频发到网上 看到评论区有前男本地人出来解释 才知道原来自己买错的材料 牛饼火锅是用牛的第一个胃 而主题买的是牛的第三个胃 里面黄色的根本不是味小花盘的草 现在好了 自己吃屎的事情会全网都知道了